安天你好,我是小花 欢迎来到今天的有晚新花样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游戏叫 《酒鸡起风之旅》 如果你还没有帮我订阅频道的话 快帮我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2023年4月 之后网络正式官宣 基于华夏万年题材的酒鸡IP 同步还推出了小说《酒鸡起风长歌》 手游《酒鸡起风之旅》 系列动画《酒鸡渊行》 上部团队希望通过连续的 草熟灰线不笔牵引的系列作品体系 挖掘吸纳中国古老 而又厚重深邃的文化韵味 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东方幻想世界 《酒鸡》这个IP 不仅广泛地延伸到了小说 动画 游戏等多种形式的媒体领域 同时也在各个领域中 保持着一致的世界观 这使得《酒鸡》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 具有深厚的内在地域和丰富的故事背景 由网易游戏联合开发并带领发行的 卡牌RPG游戏《酒鸡起风之旅》 已开启陈寂记测试预约 《酒鸡起风之旅》的美术风格非常独特 它巧妙地结合了东方幻想 和未来基建两种看似矛盾 但又相得益障的元素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游戏世界中的建筑 人物和环境等元素 都深深融入东方的艺术印味 你可以看到古老的亭毯楼阁 还有山川流水 这些元素给人一种深深的历史沉淀感 然而在这看似传统的东方世界中 拥有着未来科技的机械元素 这些元素以一种高科技的方式 融入到了传统的世界中 像是填充着不少机械风格的建筑 主角身边的机械青铜鸟 甚至还有熬熬在天空中的巨大机械龙 游戏的战斗方式比较有新意 虽然看上去的阵位像是回合式卡牌 但却需要及时地进行释放大招技能的决策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和战斗方式 比如远程攻击、近战等等 在战斗开始前还需要进行站位的设计 增加了游戏的策略性 当然在战斗过程中 角色所占的位置并不是全程不变的 不少角色的大招技能都有顺带位移的动作 但角色能够冲到前线去攻击和抵挡敌人 甚至有盗贼属性的角色还能趁机切后排 这种及时的攻击方式也使得战斗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和有趣 游戏中的ACG内容也是一大亮点 不同于其他游戏中的角色以例会形式出现 《九季奇风之旅》中的所有角色都是以3D形象整现 角色会根据语境的变化和转折 做出不同的动作和表情 在我看来 这会让角色更加生动 剧情转折的动作和微表情也更加真实 带给玩家更强烈的带路感 随着AI巨蟹技术的火热 《九季奇风之旅》也在游戏中加入了一些关于AI的内容 在游戏中主人身边会伴随着一位青铜鸟九九 他是一个简单的同伴吗 不 他不是 根据研发人员的介绍 九九介入了在炎的AI大语言模型 在未来玩家能够和九九进行实时交流 而这种与时俱进的设计 也无疑给游戏增添了一份生动和互动性 《九季的世界》等同多样 即便呈现在游戏中的只是冰山一角 也同样有海量的内容需要完善 为此开发团队优惑了卡通渲染管线 三维工程管线等 同时游戏使用了网易最新的语音驱动口型模型 可以不受新的语音驱动口型模型限制 和传统的面部捕捉设备和识别的限制 玩家通过游戏角色演绎射织的沟通 会是日常最好的体验 总的来说在试玩阶段 《九季奇风之旅》带给了我一种非常新奇的视觉体验 《九季》本身的一套成熟的世界观体系 也为整个游戏世界注入了一份深厚的文化内涵 和历史地域 我是小花 今天的游戏新花样就是这样吗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并且在说明当中找到我的DC 男主DC和我一起每天晚上共襄顺植吧